中国003航母福建号成功下水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对美国有怎样的影响 中国海军取得了怎样的发展 其在研制的全能界有怎样的意义 随着003航母正式下水 这使中国海军的发展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这对于中国跨向海军强国有着重要的促进意义 这也使中国成为了亚洲唯一一个拥有三艘航母的国家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确立了中国海军的强大实力 此外 中国003航母福建号成功下水 这也使其受到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对此 有报道指出 随着中国003型航母福建号成功下水 这极大的展现出了中国想要成为世界级军事大国的雄心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 中国将要与美国在其一直领先的领域上一较高下 以此来对美国产生巨大冲击 据外交政策网发文指出 美国在全球 尤其是在亚洲的军事优势 建立在围绕航母的海军力量上 如今中国直接挑战传达出的讯息是 任何你们能做的 我们都能做得更大更好 对此 有分析人士指出 比起前两艘航母003航母福建号 的确有了很大的改进 例如 它的满载排水量远比前两艘航母大 同时也以电磁弹射系统取代了滑越式甲板 不仅能搭载更多舰载机 也能更有效缩短舰载机起飞的时间 因此就极大提升了舰载机的使用效率 分析人士还指出 003航母福建号和采用核动力的美国福特级 及其他现役航母不同 远航时需要依赖补给舰 另一个则是规模 003航母福建号是中国第一艘超级航母 如今虽然下水 但是尚未完工 离服役还需要好几年 相较中国 美国有11艘航母 而每1艘都比中国003航母福建号强大 所以单单在这一方面 美国就完全碾压中国 占据着绝对领先优势 关于中美航母之间的对比 有专家指出 除了舰队的规模和战力外 似乎还该三思 把中国航母舰队视为对美国的直接挑战 以航母为中心对战的时代已远去 如今潜艇和反舰导弹既强大又无所不能 以至万一爆发大战 那么航母很可能发挥不出多大的作用 甚至将会被很快摧毁 专家还指出 对此 美国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既然航母能接近敌方海岸 舰载战机就不需要有太远的航程 同样的 中国可能也出于同样的目的来设计航母 对于中国研制航母的目的 就是在于可以用来威慑和惩罚较小国家 而不是用来对抗劲敌的军力 但是目前中国会发现 将很难在不触及美国在亚洲安全网的状况下 部署这种力量 不过 随着中国有效掌控南海 扩建人造岛 并在上面建设军事设施 以此来扩大自身的辐射范围 且在这过程中 美国似乎也没太抗拒 毕竟经过盘算 美国并不认为 它的利益有被威胁到 愿意和中国大动干戈的地步 因此 专家总结道 003航母福建号虽然具有较强的战力 但且还不能对美国海上军事力量构成直接挑战 不过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 虽然对美国构不成较大威胁 但是 随着中国海上舍利的发展壮大 这影射出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可靠性将进一步衰退 这使中国可以更自由地与较小国家打交道 能够进一步确立自己在亚洲的主导地位 这对于中国海军的发展将有着显著的提升作用 有分析人士指出 中国不能指望光靠航母就想在亚洲海域称雄 太平洋十分浩瀚 纵使中国资源丰富也会稀薄地分散 因此 中国还需要建立更多的海外基地 以此来大大增进对区域的监视 并减少军机和军舰穿越的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中国正在柬埔寨建设海军设施 此外 中国也和所罗门群岛签署了安全协议 令同样在南半球的澳洲忧心忡忡 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确实 近年来中国加快了对海军的发展 以此来进一步壮大自身的海军实力 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有着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此外 关于海军军事基地 此前有消息指出 中国在海外建设的第一个军事基地 已经正式开始使用 一艘中国军舰第一次出现在了中国的东非 吉布提军事基地 据悉 这艘军舰就是中国海军 903A型远洋综合补给舰 落马湖号 然而 根据卫星云图显示 停靠在此军事基地的还有 中国052D呼和号特驱逐舰 以及054A岳阳呼卫舰 报道还指出 由于这是中国在海外建设的 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 此时有中国海军在此露面 这也宣示中国东非吉布提军事基地 正式从一座静态的硬件设施 启动成为机动的战略要地 这对于中国海军走向世界来说 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将极大提升中国海军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吉布提共和国拥有 极其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 因此很多国家都十分看重这个地方 并纷纷在这里建设了军事基地 其中就有美国和法国 据悉 吉布提共和国国内 有美军在非洲最大的军事基地 和法军在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 突出了这一地理位置的优越 几乎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 此外 关于中国在柬埔寨建海军基地 有报道指出 柬埔寨首相洪森代表 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班 和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王文天 在柬埔寨海军云壤基地 共同出席中国援助的 云壤海军基地升级改造项目开工仪式 中检官员 施工人员 及多国驻柬外交使节 共计约2000人参加仪式 对于中检两国的合作 有分析人士指出 随着中检两国加强在海军基地建设的合作 这将有助于提升检国防能力 特别是检海军战斗力 也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 检中友好团结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供了重要示范和宝贵财富 这对于两国来说都将从中有所获利 因此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近年来 中国海军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并且也不断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以此来大大提升本国的海军实力和影响力 以此来更好应对美国的挑战 并对美国产生巨大冲击 此外 虽然中国在航母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但是 中国仍然不停止向前发展的步伐 此外 也深知航母所存在的较大缺陷 因此 也在对新一代军舰的研制 据悉 根据最新消息显示 中国海军正在建造一艘动力4万吨的全能舰 而且性能和吨位完全超过中国母舰的055驱逐舰 枪具有极其巨大的破坏力 据悉 全能舰是可以碾压航母的存在 而且会成为海上的中间力量 并将给敌军以巨大的威慑 这也是极其恐怖的海上力量 因此 中国才会加快对其的研制 以便可以更好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现如今 中国海军在做两手准备 一方面加快航母的研制 另一方面也在加快对全能舰的研制 一旦中国成功研制出全能舰 那么将极大壮大中国海军力量 并且能够完结航母时代 进入全能舰时代 颠覆未来海战 开启一个新的纪元 从而使中国海军完全有实力 可以与美国一较高下 这也将会对美国海上封锁和 海上霸权地位产生巨大的冲击 并给美国以巨大威慑作用 对此 我们一起来期待吧